剛剛有提到 這是魏全榮在睽違24年 重返台灣大賽 對農民來說真的是等了好久 有住在中南部的球迷 一早就搭車北上 就是為了要幫魏全榮加油 另外曾經來台開球的日本女優 山上優雅也在日本隔海女園 健哥熱舞牛腰 百屯小龍女們舞台上炒熱氣氛 不管是資深球迷還是新生代 都一起來加油 新生代在這 我是值班三年開始支持魏全榮 我是值班演員的球迷 就是非常的開心 而且重返農業是未前的不變的粉 會為24年魏全榮再度打進 終止總冠軍賽 球迷們早早就來排隊 還有人特地從中南部背上位的 就是要來見證追客 今天早上 對 等滿久的 你們從哪裡來 台中 你們幾點就來了 那個八點 各種姻緣小物統統不可少 球迷們的熱情也帶動球隊周邊商品 買氣超期望 常常排隊人龍 店員手都沒停過 今天大概是平常的三倍左右 買氣覺得好嗎 剛開始啦 還不錯 天目棒球場艷陽高照 人潮更是落意不絕 球迷氣勢如虹 我從以前 早期的龍在的時候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就有看魏全龍的比賽 若是一加油 一定可以痛載桃園的 加油加油 熱天不算什麼 加油 日本超人氣偶像三上優雅 也在IG上隔空應援 現在魏全龍距離台灣大賽總冠軍 只差最後一里路 球迷們全都期待能夠再度重返榮耀 魏全龍總冠軍 近新聞張信智 張簡財同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